捷安警分局表示破货辖区一起诈骗案件 经查歹徒与投资股票高获利稳赚不赔的名义 诓骗被害人面交新台币200万元 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 顺利逮捕到业姓、林姓两名年轻涉案的男车手 查扣了信用卡、公司印章、现金收据等相关证物 专一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移送正办 捷安警分局指出住在捷安乡年约50岁的妇人 因误信网络投资不实的广告 依照诈骗集团的指示下载假投资理财APP 自今年的2月份起陆续汇款新台币160万元购买股票 3月中旬,妇人想要领回所有的现金 没想到对方表示必须缴纳新台币200万元获利的分红 并且公司将指派专员前往收取现金 警方获报后表示这次投资型诈骗 并成立专案小组前往相约的地点 守租太吐 你在来做什么? 没有,是有人叫我来收款而已 叫你来收款? 叫我来收款 吉安分局3月24日晚间90起 破后一起炸奇案件 警察歹徒以股票投资高获利等名义 方骗被害人前往吉安乡台湾路 面交新台币200万元 经专案小组埋伏守候 当场逮捕两名涉案男车手 查购信用卡、公司硬件、现金收据等相关证物 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移送侦办 24日晚间9点多 两名年轻男子分别一约现身 远景见机不可施上前表明身份 并将其中业姓男子的背包内 查获了相关犯罪证物 虽然两人都否认参与假投资 由于涉案的市政明确 警方将两人带回依法就办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吧